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徐富 美国一个基金会举办抗战史人文讲座 邀请到相当多的专家学者做专题演讲 受到南加州的社区民众热烈支持 而结束后还有前书会 现场的气氛相当热闹 人文专基金会即美华人文学会 周末在南加州举办重探抗战史人文讲座 现场除了有历史图片文物展出 以及新书发表会之外 重头戏就是邀请到了史丹佛大学 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戴军博士 与前底特律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戴宏超教授 及多位专家学者 分享两次松户战役的秘辛 抗战前国民政府的外交状况 缅怀张志忠将军与他所代表的抗战精神等等 精彩的内容 幽默风趣的讲解 让大家仿佛亲身经历当年的战争历程 第二次的松户战争 也就是卢沟桥事变之后36天在上海 这是我们主动的起战 是我们主动的 现在从各种的档案 从蒋介石先生的日记 很多位陈城先生 徐永昌先生 很多的文件都说明了 这是我们主动起战 那么有什么目的 有三个很重要的目的 第一个就是要持久战 要把日军拉到江南来 改变日军进军的轴线 不要让他游北往南打 而要让他到长江流域来 沿着长江游东往西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打破日本的三越王华的神话 我们在松户一次打了90天 死伤非常惨重 但是我们也打破了日本的这个神话 第三个我们这90天付出极大的代价 但是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工业 我们的工厂 我们的大学 中学的老师学生 也趁着这个时候 西迁 同时就保住了武汉 武汉一直到一年以后才失掉的 所以这一次的第二次的松户之战 损失极为惨重 可以说是一个血肉魔法 但是它也达到了三个主要的战略目的 因为我们知道历史是人文的一部分 我们有今天是因为我们有过去的历史 那我们高兴请到史丹佛大学普货中心 蒋介石日记的资深研究员 郭台军教授 还有宋曹丽璇女士来跟我们分享 那还有戴洪超戴教授 他从圣地亚哥来跟我们分享 那我们的节目呢 是除了演讲座谈 还有远征军的展览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我们来参加的人非常踊跃 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关心 我们中国的近代史 对抗战的历史 大家也有深度的关切 除此之外 美国大鹏基金会在现场展出了 1943年远征军第二次入滇缅 六大战役的图片 相当难得的珍贵记录 呈现在参加来宾的面前 他们还有VIP赞助 送郭台军博士签名书 重探抗战史 以及戴宏超教授签名书 蒋介石与毛泽东 腔杆与笔杆 丰富的活动圆满落幕 想了解更多美国人文专 基金会的讲座 请至他们的官网查询 中天频道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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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